字幕提供 李宗盛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朋友的小编 那這一個影片我們要來帶大家看的是 在這個韓服他們新推出的國王狩獵地 大家可能想說國王狩獵地是不是一個 又是一個非常佛心的副本 很可惜這一次不是 我們在地圖上你可以看到這些怪物 跟以前出現的怪物不大一樣 沒有錯 因為這一次是因為 迪比斯沙漠重新推出 重新重新設計這個關卡的關係 所以他們這一次韓服呢 他們又把這個國王狩獵地拿出來用 但是這些怪物呢你可以看一下 全部都換成迪比斯沙漠裡面的新怪物了 好 那有些呢 是你從來之前沒看過的 包括這一隻 還有旁邊這一隻 這個我沒辦法它的名稱叫什麼 中間有很多這個新的怪物 以前都是沒有出現過 這隻我記得也是沒有的 那這個活動其實就很簡單 主要就是讓玩家去挑戰一下 看看一下這個新的怪物長是怎樣 因為韓服推出的時候呢 是在這個禮拜公告 但是下個禮拜一才會正式的讓它開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地圖裡面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類似這種時空裂痕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多 這邊又出現一個了 這個非常多 韓服呢他們即將在下個禮拜 會推出這個新的迪比斯沙漠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圖示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提卡爾的神殿 那這邊左邊這個就是新的迪比斯沙漠 那它必須要80級以上才可以進去 那裡面的這個道具呢 有一些這個歐西里斯的系列 都有可能在裡面去打到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很多啊 紙布呢也是有 然後再來有三件新的飾品 一個是力量 一個是敏捷 一個是智慧的 那大家之前想要打的什麼 減傷酷 赫洛斯壁甲 這次也都有再重新出現 然後有一些這個變身卡 專屬的變身卡 以及迪比斯相關的裝備 也是會再出現 這個的話 比之前來說應該算是好比較多 那這次如果你去吃BOSS 打到的裝備 至少光前面這些 應該就是相當的吸引人 紙武啊這個歐武 基本上價格都是相當高的 80級以上就可以進入了 好啦那這個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